MING PAO TORON 又來到設置世代大人的時間 WhatsApp 通訊已經成為香港人生活的一部分 私隱問題也引起了大家的關注 好像是否讓人看到自己最後的網絡時間 頭像是否表現? 表現給誰看? 那究竟要怎樣設置呢? 今天就給大家看看 WhatsApp 大部分的私隱設定 都可以在設定中的帳號找到 很多時候大家都喜歡用個人頭像 但是這類型的相片 給陌生人看到就好像怪怪的 不過你又知不知道 原來所有人都可以透過你的電話號碼 看到你的樣子呢? 所以我建議大家在設定中選賬 帳號 隱私 個人頭像 之後你就可以選回我的聯絡人 這樣就只有你在電話簿裡的聯絡人 才可以看到你的頭像縮圖 其他你不認識或者不熟的人 就算加了你的WhatsApp 都看不到頭像 另外你也可以在隱私裡的最後上線 選擇是不是顯示最後上線時間 給你的朋友或者其他人看到 因為有時候這樣 都可以避免很多尷尬的情況出現 好了,WhatsApp 藍剔是很多人最不喜歡的功能 以前只有Android手機才可以關掉這個功能 不過近期iPhone都一樣可以做到 iPhone和Android的用戶都只要在設定、賬號、隱私裡的耳讀標記 關掉這個功能 之後就算看了訊息 發送人都不會再看到有藍剔的出現 希望你喜歡我今天的介紹 記得Subscribe我們Memore的Facebook專頁和Youtube頻道 和Alfred Mac的Facebook專頁 今集先說到這裡 拜拜 拜拜